在越南中部熱帶風暴帶來暴雨 洪水淹沒很多地區並造成泥石流 至少28人死亡 而在西柬埔寨就有11人死亡 幾千人無家可歸 孟加拉內閣通過強姦反最高刑罰判死刑 達卡居民上街表示支持 以壓止近年性罪案上升的趨勢 尼爾利亞民眾連續第六天在拉閣斯示威抗議警察暴力 總統布哈里承諾將會對涉嫌不當行為的警員誠之於法 英國政府為抗疫三級封鎖措施辯護 措施包括關閉酒吧、填身室、商戶埋怨未能獲得足夠的經濟寶助 馬來西亞反對派領袖安華會見國家元首 說獲得半數國會議員支持籌組政府 他說元首應該要有足夠的時間作出決定